金钱场面要来关注 热钱新北市新店区 一名年约60次的男子 突然昏倒在地 还没了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获报到场时 是立刻展开急救 刚好当下有两名热心民众 二话不说 上前帮忙实施CPR 让救护员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来准备电击器 还有强心针 最后这名男子送医后 也恢复意识 如今平安出院 救护人员表示 其实黄金救援时间 只有短短的4到6分钟 否则患者可能脑死 也呼吁民众 如果有相关的急救技能 在路上看到有人需要帮忙 一定要伸出援手 先生 OK 你会帮忙吗 有 OK 男子倒在地上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到场 立刻展开抢救 一旁民众自告奋勇 也上前协助实施CPR 你帮我继续啊 要CPR 然后另外一个帮我给他 给他给气 事发在新北市新店区 上个月中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 经过一出巷口 却突然灰明倒地 脸部着地 当场血流如柱 失去意识 民众看到立刻报警 救护人员到场 两名热心女子 同时协助CPR 救护员在接力 实施高级救命术 给予强新增 患者成功获救 她醒来之后 到现在为止 她已经痊愈了 她一点点后遇症都没有 真的很感谢 感觉就是奇迹 男子经过治疗 已经平安出院 民众建议勇为 家属只有满满的感谢 有十年经验的救护员表示 昏迷状态下 黄金救援时间 只有四到六分钟 而当天救护员 先实施一般CPR 民众接手帮忙后 才有时间准备 电击器强新增 否则可能就会出现 脑死状况 脑死之后 脑细胞不可逆 民众可以实施一个 基本救命术 那我们救护员到达现场之后 可以实施高级救命术 就是包含的一个强心声的给药 然后还有AD的电击的部分 救护员呼吁 民众有相关急救技术 在路上看到有人需要帮忙 一定要伸出援手 小小举动真的可以救人一命 杰料亭林朝贤 新北市报道